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這間宿舍 那這間宿舍流傳了一些傳說,我們決定要在這邊講話 那現在這個傳說,我們請比較聊天這件事情的阿葉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葉 然後這個地方啊,之前剛才還沒提,這裡住的時候就有一個女生宿舍的房間 之前發生一些比較不易的事情,然後就有其他人的告訴人 然後來這邊,我們來看這個地方的地方 然後就會發現說,宿舍的一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傳說,叫做卡村里的朋友 因為我們他們會出來逛逛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會被一件女生遇到的那時候學生 那已經有這個留言了,我們現在又要證明7個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來這邊講的故事,應該是7個方法 那我們就直接來,今天由我來講 那我們今天我要講這個故事呢 就是我在之前在556那邊聽到的一個故事,來跟我分享 他說他那時候正宏高中吧 那高中就是騎腳踏車的國家 那因為他家是一條很長的檔 然後他家在檔裡面 算中間吧,就是鳥旁的中間 然後他就騎腳踏車一到長腳 他就在他家附近看到兩個人在那裡 那看到那個兩個人會覺得 這兩個騎裝衣服穿著騎袍 你就覺得怪怪的 你知道怪怪的 為什麼會兩個人穿著騎袍 站在那邊兩個人一起 他就一直騎又一直盯著看 他又覺得說好像是一個怪怪的東西 可是又不太確定 然後他就一直騎一直騎 然後右邊是一個年輕的女性 他穿著鮮黃色的,蠻漂亮的型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右邊那個比較有錢 左邊那個比較有錢 對 那他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快騎到他們兩個旁邊的時候 他就把眼睛一直撇來不開 因為真的那時候也很害怕說 是遇到什麼事情 看到什麼東西 那可是他也是一條人 他白目的去瞄了一眼 他就看到了那兩個人 也不算人 兩個好兄弟 他的眼睛齁 就是 比較空洞 他的臉看起來就是那種 皮包服 然後他那個衣服 旗袍的衣服 是古代那種 武裝劇那種 格格還是什麼在穿 對 那看到他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穿這個衣服 這個臉感覺就真的很 是好不妙 他就決定 在他家下車來 他就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騎到另一個轉角 他說那我去市區那邊逛逛 他一個轉角眼睛亮過去 那兩個人 我接了 我接了我的故事 介紹給你 那我聽完這個故事 那時候我是晚上 差不多十點一早 我聽完這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 我機靈都拉起來 怎麼 你一個傍晚遇到這種東西 然後 又在你家附近 不知道你在你家停下來 會吃什麼問題 而且我還跟他說 你這樣一直盯著牌 就不怕人家 停過來看 如果你被盯上 就好 你被盯上 好那今天 換我們來講 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 阿葉來講 那個 那個 我在學生 學生的時候 住住 一個故事 然後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 那個時候 蠻好笑的就是想念 然後那個時候 中文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就行 然後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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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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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拿了那個 保證 然後 所以 他 有時候 在那邊 然後 就在 然後 就在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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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然後就 但是他還是一直盯著我 現在是這樣 然後想想想想他 關起來機器 然後也喜歡衝回去房間的時候 可以說洗了嗎 然後就跑去房間看活潮 然後他幹嘛在偷看 然後跑去房間的時候 發現他就坐在床上 然後在自己音樂收到他房間 然後他看到我 看到我 看到他 你看他 沒有聽到我在叫你 他說 蛤 沒有啊 在聽音樂 然後那時候整個 整個那種 Fu都來了 整個那種 記憶都來了起來 這是中文 然後不用打 怎麼看 就是 幫我打開始看 然後後面 因為他會問他 應該是還有其他人 然後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跑去房間 跑去房間 那因為每個樓層 每一間房間都敲 開 然後滑到一個廁所 我看 夢的人 那時候在死 三樓 二樓 二樓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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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對 就是因為我們 一樓 這兩樓 這件事情 讓我們很快的 用去上課 叫他們回去上課 好想還不要 翹克 你 不知道 你想到那個畫面 用看的話 比較有正版感 你又想著 你可以想一下 一個牆 你撈出一般的 在你的第一名按照 在送你 有想不想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訂閱 喜歡 讚 按下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個人期間 謝謝